自从夺得亚洲杯冠军后 中国女卒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升 队员们的坚持和拼搏 也树立了极其正面的形象 中国女卒的商业价值也水涨成高 全体成员不但登上央视县长 受到亚组委邀请来到杭州参加公益活动 还实现了跨界合作 王霜 赵丽娜与李佳琪一起直播 王山山跨界合作 与众多娱乐明星合影 女卒商业价值的提高是一件好事 能改善球员的踢球环境 吸引更多的孩子加入女卒 当然女卒也不能漂亮 还是要再接再厉 让成绩配得上价值 反观中国男卒 在成绩长期低迷的情况下 自身价值也大幅度下滑 展会市场本土球员功过于球 伯晓不再成为稀缺货 当年的广州队核心黄博文 也因为下加南巡选择提前退役 向教练转型 早些年的金元足球 过度拔高了中国男卒的价值 球员身价虚高年薪虚高 在繁荣的假象里 过惯了好日子的中国男卒 在市场调整逐渐回到正轨之后 就开始哭天枪地 极度不适应了 但成绩决定价值 如今的中国男卒只能适应 跳水的市场 闷声备战 努力在未来的某天 用成绩为自己证明吧